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 满满的灯笼场景充满喜气 令人印象深刻 而不管是老宅中或是宫廷戏码 里面的红灯笼八成以上 都来自于河北的豚头村 今年累月下来 豚头村出品的红灯笼不计其数 因此这里还有个别称 宫灯村 工人们忙着装支架 套大红绒布 贴金黄色丝线 完成象征喜气的大灯笼 不知产量惊人 而这站两楼高巨型灯笼 更是细精 大型手工灯笼 重达150公斤 用80根长竹条制成 吊在半空中 由工人边转边贴红布 工灯村出品的灯笼 甚至销到韩国 日本等20多个国家 工灯第一村 名不虚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笼